嗨,你好,我是黄华,我把重庆讲给你听。 我一直觉得我爸妈当年给我取名字的时候是有点随意的,诗经肯定没翻过,可能连新华字典都没多翻几页,一看这小家伙骨骼轻奇,一拍脑袋就来了。 我叫黄华,最逝成黄菊律时的黄,富有诗书弃字华的华。 这么一说,不正好和我现在从事的讲文化讲风景双晒志愿者给联系到一起了吗? 回头一看啊,此中有深意,我释然了。 我是一名主持人,也是一名讲解员,小时候居于深圳,所以骨子里多少带着点特区那种胆子要大一点的进取精神。 喜欢挑战几突破自我,可年纪轻轻就思乡勤切,少年时回到重庆。 在雾都热浪下,麻辣鲜香的胡锅味中爬坡上坎儿,成功回归成为一个地道的从勤窑门。 从小热爱艺术,喜欢绘画和舞台,所以从小学的小主持人,到大学的大主持人,再到现在的专职主持人,主持商演,主持车展,辗转于重庆与其他城市之间,不知不觉成为从业近五年的老主持人。 因为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习惯用语言去讲述故事,抒发情感。 我经常会在思考如何突破职业的边界,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方式,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去做更多更具挑战的事情。 我热爱旅游,偏爱古镇游,逛博物馆和美术馆。 在工作之余,我选择成为了一名重庆双晒志愿讲解员。 在节假日走进游客中间,将重庆九开八闭十七个老城门背后的文化。 将因为名城危居层严上,英灵恶势雄三八才有的离子把轻轨穿楼的神奇。 将红颜,人人致使赋予重庆这座英雄之城的伟大精神。 有时候,我还会在微博上发一些Vlog。 朝天门,仙女山,松迹古镇,甚至赵母山上一个不为人知的老牌坊,我都曾经做过小视频介绍过。 一个几分钟的Vlog,巴拉巴拉说个不停。 就这样讲着讲着,我站到了2019年重庆市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导游词讲解大赛的舞台上。 以一个业余选手参加专业组的PK,再一次挑战自我。 重庆市金牌讲解员这一荣誉称号,把我原来讲解重庆风景,重庆文化那扇半开半眼的窗,完全打开。 我突然有种使命感,有话好好说。 从主持人到讲解员,职业的本身并没有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但需要更多的学习积累,说的有内容,讲的更有风格。 从景区到学校,从重庆到全国,从线下到线上。 从此,就在讲重庆故事的道路上,停不下来了。 每一步都在挑战自己的潜能,每一次发生,都是激励自己进步的最大推力。 我是中国千万讲解员中普通的一员。 如果非要说我跟他们的不同,我是边外的。 我愿意,也喜欢这个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国家,正在获得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而这种碎片式的关注,可能比较片面。 这就需要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去讲述我们的故事,去传播我们的文化。 这样,游客才能从更多的角度了解我们,走近我们。 游客才能为城市和国家建立起好的印象和形象。 这不是豪言壮语,而应该是作为其中一份子最基本的日常。 说多或者少,业余或职业,并不重要。 尽己之力,娓娓道来。 成为双晒志愿讲解员的这些年来, 这种切身体会尤其深刻。 这几年,重庆游客量爆发性增长。 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就这样穿着小红马褂和游客整天死混在一起。 在红牙洞,你的一句,里面好吃的很多,要少吃点哦, 就可以让他们会心一笑。 在李子坝,你让他们朝着轻轨把嘴张开录一段小视频, 让他们也有了红遍网络的机会。 你告诉年长的游客,这里是一楼, 上面七楼也是一楼,请您好生慢走。 换来一个重庆玩人美新年美的点赞, 就让你觉得这份工作太有意义。 是的,工作微不足道, 但是可以为重庆的形象加分不少, 值得。 能够把个人的兴趣爱好作为职业, 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爱好旅游, 所以习惯去探索城市背后深藏的文化。 我热爱重庆。 所以,我想把那些吸引我的重庆美景, 晒给更多的人看。 去年和今年, 重庆连续举办两届晒文化晒风景, 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品的活动。 我作为双晒支援讲解员, 两度参与其中。 为书记晒文旅, 屈县长晒文创打抠。 晒得不亦乐乎, 我喜欢, 故我晒。 现如今, 我又在思考下一个挑战。 我希望能走进重庆文化历史的更深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去钻研学习, 向我老家荣昌的夏布, 陶瓷, 像我曾经接触过 莫绍平老师的良品年画等等。 我对这些一直怀着极浓厚的兴趣, 我想去做一些诸如此类的文化传承和传播工作, 让更多的人爱上重庆, 懂得中国。 我是讲解员黄华, 我想把重庆的故事讲给你听。 小的诸如此类的文化传播剧场, 二华, 并不在乒载的并继续 Lane, 并不在乒载的费行站, 并不在乒载的诸 gummy便宜。 并不在乒载的吉兰,